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是哪个? 这可能是一个你熟悉的问题 但你是否真正了解它的所有方面呢? 实际上,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它可以通过多个标准来回答 在这个影片中 我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解答这个问题 包括面积、人口和地理特点 首先,如果从面积来看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占地面积达1.7亿平方公里 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1%以上 它跨越欧亚两周 横跨11个市区 因此具有极大的地理多样性 不仅如此 它还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如石油、天然气和矿物资源 其次,如果从人口来看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人口超过14亿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以及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 而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则是梵蒂冈城国 它位于意大利境内 仅有44公顷 是世界上面积最小的独立国家 梵蒂冈城国是天主教的精神中心 拥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建筑和文化遗产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和朝圣者的朝圣者前来参观 除了面积最大和最小的国家外 世界上还有许多令人惊叹的国家 例如 摩纳哥公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少的国家之一 仅有2.5平方公里的面积 和仅有约3万人的人口 然而 这个小国家以其丰富的文化和豪华的生活方式 而闻名于世界 另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是卡塔尔 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以其石油和天然气产业而闻名 尽管卡塔尔面积不大 仅有1.1万平方公里 但它的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全球第一 生活水平也非常高 除了这些令人惊叹的国家之外 还有一些特别的国家 如瑞士和安道尔 瑞士被誉为欧洲的财富中心 因其稳定的政治和金融系统而闻名 而安道尔则是一个小国家 它以其美丽的山脉景观和滑雪圣地而闻名 最后 还有一些国家可能不那么出名 但也有其独特之处 例如 东地问是东南亚地区最年轻的国家之一 它在2002年独立 拥有美丽的海滩和珊瑚礁 相比之下 索马里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国家 经常受到战乱和恐怖主义的困扰 总的来说 世界上有许多令人惊叹的国家 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之处 从面积最大的俄罗斯 到面积最小的梵蒂冈城国 每个国家都值得一游 探索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遗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